一旦共军离开佳皮沟 便可亲率虎狼之师 血洗佳皮沟 准备参加年管暴动 先写军难道这么快 他们就凑齐了 不能吧 三爷 他们手上又没有联络图 怎么能一下子又招齐那些 隐藏在地下的人呢 联络图 你到底搁哪儿搁呢 一左毛一点消息也没有啊 就是 那个肉包子打抖的东西 难道他就不明白三爷的心思吗 不管找得到找不到 总应该给咱们回个信才对嘛 我 怕是让别的溜子 把联络图都拿走了 我还真是有点担心哪 三爷 您也不必多虑 您是有福之人 也许 这过不了几天 这仙遣图啊 就自个儿找上门来了 老大 老大 从今天开始啊 对兄弟们严加管束 随时准备下山 测影随分殿 对共军的夹击 一旦小分队离开甲皮沟 学习 学习假皮沟 是 学习假皮沟 到不了仨了 这都几天了 他就一直这么睡睡睡 急死人了 小点声没办法吵醒吗 你没听小白哥姐姐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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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下失血过多 昏迷了 那怎么能让他 妻子回生啊 他现在这样 已经算是妻子回生了 要不是他碰见 杨排长他们 他早就不行了 也是啊 那他一直这么不睁眼 也不说话 不就成了活死人了吗 怎么说话呢 再等会儿吧 他能缓过来的 脸色是好多了 高波高波 他懂啊 小白哥 你在这儿看着他 我去通知203他们啊 姐姐 姐姐 我吃了 我哪儿有心的治安哪 你哥就是个废物 李永浅同志 你 你 你觉得你这样解决得了问题吗 你知道啥呀你 我管不了你 有人管得了你 局队长 好 别难过了 203和杨子荣同志 没有责备你的意思 他们说 这李永济同志 从一位农民 成长为现在的民兵队长 进步的已经够快的了 局队长 好 紫色的话不说了 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情 就多个经验 其实如果是我遇到这样的事情 可能处理的还不如你们好呢 吃点东西吧 大家都来了 先开会吧 都坐吧 坐 坐 都坐吧 都到齐了吧 好 那我长话短说 我刚刚接到牡丹江市政府的命令 这土改的春风 已经吹到了王冒腿 领导决定派我们这边 一名有工作经验的同志 到那边当工作组的组长 但领导又考虑到 认为我们这边 每一位同志都有这个资格 那大家看看谁去更合适啊 我 姐姐 怎么样了 问你话呢 你快说呀 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东北民主联军 怎么了姐姐 你们杀人放火 你听到的一定都是反东派的恶意宣传 其实杀人放火的就是他们自己 要是没有他们 要是没有他们 你早就在雪地里被狼给吃了 这些天白如姐为了救你 都没怎么睡好觉 她还要去牡丹江给你买药呢 姐姐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我是胡子乱平抢来的老婆 就是那个小炉匠 那个小炉匠最坏了 他总想着逃跑 不过最后还是钻进我爷爷的身套里 差点给他冻死 什么 他 他被你们给抓起来了 对 是坏人就一个也跑不掉 不过姐姐 你跟他们不一样 虽然你们是夫妻 可你也是受害者 只要你愿意跟我们说实话 我们一定会宽大处理 给你回国自信 重新做好人的机会 你说的这些 都是真的 我们共产党说话算数 好 那我说 杀我的那个人 是乱平的把兄弟 他不是什么好人 姐姐 那你敢不敢当着他的面 说这些话 那你们能保证 他不再杀我吗 当然 我敢 来 局长 我想不动 怎么了 永济 我知道我自己的问题 你们怎么处理我我都能接受 但是不能你们工作队来的干嘛 就黑不提白不提了 你别这样 这我也得受 永济 坐下 刚才的情况啊 你也看到了 余灯科跟老肖一起举的手 要求去王冒腿 我们工作队的同志 确实都有这个资格 这个工作不好做 这段时间你们也都看到了 当组长 比其他组员 要承担更多的风险和压力 所以刚才 在余灯科举手的时候 说实话 我也是有些意外的 局队长 我觉得人家老肖同志 讲的那番话够实在 真的能让你感受到 是在全意全意地 为劳苦大众工作 可是你再看看余灯科 他说的什么玩意儿啊 是 他在封老六的问题上 他做了点检讨 可是我个人认为 他那是为了要赶紧离开这地方 故意说的那番假话 你说的这些 我也感觉到了 但是杨子荣同志他们分析了 你反映的这些事 咱们暂时无凭无据 还下不了一个结论 当然 我们一定会深入地调查 如果能撬开冯老六的嘴 我想 就会真相大白了 你放心 组织上 对违反纪律的人 是绝对不会顾惜的 哥 你别老抓人不放 我认为余灯科 余副队长挺好的呀 我觉得人家也是想请求 上级的考验嘛 对于让他去当老肖的助手 和老肖一起去这件事 我也确实有两方面的考虑 第一呢 是希望他能和冯老六彻底地隔绝 这样就不会出太大的问题 第二 我也是想考验一下他 如果他在那边 还出现这些小资产阶级的作风 那这个人 就要彻底地 从我们的队伍里面清除掉 清除掉 军队长 那他跟了你这么长时间 他 三美 你记住 不管是谁 只要做了对不起人民 对不起党的事 我们就绝不能手软 我记住 你确定你是军分区的侦察员 是啊 如假包换呢 好 带起来 一座马 谁 胡说八道 他是胡子 你 你 你是人是鬼 他是人 你才是鬼呢 首长 他叫刘维山 是鸾皮的百兄弟 还是做山调的八大金刚 转轨线外面的事 外号叫一座毛 你闭嘴 你们这些户害人的恶鬼 他都给你回来 等一下 姐姐 你先别激动 有件事 我想问问你 他为什么要杀你 他抢我东西 是一张图 是鸾皮给我的 好像很重要似的 让我丢了什么都不能丢了他 对 就是为了抢那张图 他才要杀我的 姐姐 一座毛 说 那张图藏在哪儿呢 涂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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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 把手抬起来 把手抬起来 我让你把手抬起来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啊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啊 别别别别 这没有 没有 完了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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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我什么都说 你告诉我 这张图叫什么名字 这 这个叫 叫联络图 他们也叫它先前图 坐山雕让你下山就来找这张图的 是不是 是 是 三爷一直想要这个图 我第一次下山的时候 找了好几天都没找到 后来我想到蓝景玉那儿 打探打探消息 没想到呢 从他媳妇那儿找着了 他媳妇拼了命地要抢这个图 还威胁我 我 我 我去 你就想把他杀了是不是 说 报告 原来 杭州员 吕坐 部队已经集结完毕 随时听命出发 命令各营 继续待命 随时等候出发的命令 是 马旅长的部队 是调之能动 动之能战哪 看来这收复牡丹江的主力 非马旅长莫属了 哪里哪里 这都是官参谋长 瞧脚有放 是啊 官参谋长是党国难得的治军人才 前途不可估量 侯中原国家 目前我们必须密切关注 地下先遣军在各县的行动 因为随分殿部队一出发 地下先遣军必须密切地配合行动 这样才能营造四处烽火的形式 迫使共军牡丹江军区四处分兵 这样才能实现 调出驻扎夹皮沟共军小分队的作战目标 令做山雕武装有顺势下山的机会 铲除夹皮沟共军政权 行 副官 给威虎山的消息送过去了吗 回长官 我不派出的联络人员 已经将您的亲笔信 送到了威虎山相关人员的手上 牡丹江方面有什么新消息吗 最新的消息是 乃头山的徐旅长和他的次子徐露 还有一个身份不明的人 已经被共军押解到了牡丹江 徐大马邦跟他儿子这爷俩 居然没死 真是命大福大 我估计啊 共军是不会放过他们俩的 不过我好奇的是 那一个会是谁呢 那一个 那一个一定也是一个同样重要的人物 要是没有什么特殊的价值 还不早让共党给崩了 官参部长 你对奶头山的情况熟悉 你怎么看哪 无非就是鸾平和胡彪 或者正三炮和蝴蝶迷 蝴蝶迷 我 你怎么看哪有来 竟然照有班 你什么时候都犯下 我身手不论 并且有个绝对 还有他有个绝对的 你走算是醒了 慢点 我们就在哪儿啊 牡丹江 咋跑这儿了 这张图表面上看 是牡丹江地区的地图 可上面那些标记还有符号 又代表着什么意思呢 既然它叫联络图 那图上的那些标记和符号 必然是跟那些土匪 夯瀉一气的一伙人 但是这伙人到底是干什么的 人数有多少 或者是什么成分 就不得而知了 各个山头的土匪 都想要这张图 李悠娥交代 鸾萍跟她说 有了这张图 就能保他们今后的荣华富贵 还有调战衣 一再地逼着乱屏 从中想得到油水 可见这张图 在土匪那里 有着巨大的价值 那对于我们 就有着巨大的危险 没错 报告 进 二零三 李鸿一回来了 二零三 怎么样 全部复制下来了 我看 李鸿一 这个联络图对我们来说 意义非常重大 你可千万要求清楚 您放心 我反复对照了好几遍 保证万无一事 好 我想起你 子龙同志 我现在必须马上去一趟 牡丹江军分区 把这封联络图 亲手交到天父司令上 好 高伯 你去通知白茹 让他准备好 我们马上出发 去牡丹江军分区 补给一些药材 是 众议子 这样 我继续沈一座忙 看看魏夫人的情况 能到处多少就到多少 好 来 还有没有 要拿出来的东西了 没了 这衣服都扒了 搜两边的还有啥呀 啥也没了 也是 渴了吧 倒点水 谢谢首长 咋的了这是 这老爷不洗澡 也不换衣服 埋的 刺脑 长湿子了可能 好 确实没啥说的了 没了 搜完了还有啥说的 再给你一次机会 再给你一次机会 真没了 几次机会都没有了 谢谢首长 谢谢首长 来 董事长 您服下 谢谢 那啥 当土匪归当土匪 这个人卫生还是要注意一下的 我还能顾得让大娃儿 饭都吃不饱 那不行 到了共产党的屋檐下 得帮你食道食道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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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投掷 投掷 不用不用 我挠挠就行了 挠挠 挠得好了 那你可劲挠啊 好 好 好了 好了 来 这 这边 我告诉我 是 严会长 你看 行啊 确实是只大狮子 二零三 有突破 崔师兄 蜡月天起 风紧雪大 堵好乌鱼 蒙好被子 躲风避雪 以防寒魔亲身 解词您的百姬宴 善哉善哉 定何道理 高峰 到 通知白茹 晚半个小时出发 是 走 叔 这是什么 告诉我这是什么 这 这是 是 我们三爷的朋友 给三爷的信 什么朋友 叫什么 住在哪儿 说详细点 快 是那个 我们县有一个卧佛寺 里边的和尚给的呢 和尚 到底是和尚还是老道 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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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老道 和尚说的是阿弥陀佛 老道说的是善哉善哉 应该是老道吧 卫虎山八大金刚排行老几 老四啊 插签的 插签的是联络官 你都跟谁联络 鸾平 做山雕跟许大马棒面和心不和 他能让你跟奶头山的人联系 和尚平呢 长官 你都知道啊 说实话 我们飞虎山那点消息 都是从骨楼子来的 什么意思 就是神河庙 那庙里边有个老道 叫定和道人 定和道人的这封信 是写给做山雕的吧 对 对 定和道人什么来头 我不知道啊 我就知道他和三爷是熟脉的 说人话 是 是 就是熟人 老朋友 我们要上威虎山 给你个机会 立功赎罪啊 我愿意立功赎罪 行 既然你这么说了 那讲讲吧 威虎山九绝二十七地宝 咋个事 长官呐 你们别听别人瞎咧咧 什么九群二十七地宝 那就是几个破窝吗 把山洞口一挡 就咱这个部队 到那去 机枪大炮一支 那几下他就完蛋了 什么啊 那你打头阵 给我们带路 愿意下劳 愿意下劳 说说百鸡燕吧 好 好 这个百鸡燕 就是我们三爷的坎子 这是生日 每年的那个 蜡月三十 大年五更 我们全山的人 都要跟三爷吃一顿 因为只准吃鸡 不许吃别的 这鸡又得从一百户 人家里挑出来 还必须超过一百只鸡 所以叫百鸡燕 这 我一满时候啊 小日本要收买三爷 还在牡丹江的巨婴楼 给三爷摆过一阵呢 摆头儿不小 带走吧 不是 我都交代了 我 不是 我带他立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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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虎山的事 渐渐明朗了 丁河道人也浮出水面了 二零三 我提议 马上对神河妙进行侦掌 这个丁河道人 来头儿不小 我去到牡丹江 把这件事情 如实跟田副自立 进行回报 听下他们的意见 你路上小心 快去快回 好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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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三炮 又救了我一命啊 说啥呢 咱俩谁跟谁呀 来 乘乘喝点 他奶奶呢 老天爷不收我 就想让我再嘚瑟嘚瑟呗 你又想干啥呀 是吗 得先弄清楚大当家的下落 到底是死还是活呀 如果死了 我另立三头 如果还活着 得想法给抢出了 就病咱俩啊 南安 家闭工那一仗你还不清楚啊 共党不是白给的 怕没人啊 就拉人呗 拉人 现在这些人是无理不起草 再说咱现在兜里边 穷得盯道的 凭啥拉人 没钱怕啥呀 不还有家伙呢吗 前两天 我以为我死过去了 到现在还迷迷等等 那是你肚里没事 去 你跟这儿等着吧 你干啥去啊 我给你求点吃的去 上哪儿整去啊 这就甭管了 走啊 好 亏得我还有你 拿好了 火家 拿两勺便 好嘞 这位爷 拿好了 这位爷 别走啊 你还没给钱呢 给钱 对啊 没钱 没钱 那你不能走 你买东西你得给钱啊 跟你讲没钱咋的啊 那我不能让你走 你得给钱啊 谁是这样啊 谁是谁啊 ある啊 你看 œn 来 让一下 让一下 我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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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什么事啊 刚才来了一个人 买了一家烧饼 不给钱 把我表弟给杀了 表弟啊 表弟 怎么样 有人为了抢两个烧饼 把摊主打死了 来 百若 你知道我看到谁了吗 谁啊 应该是正三豹 二零三 还是先回去分区吧 咱们身上有重要的文件 好 那个 正伯爷 您回来了 干啥呀 您看今天能不能把欠的店钱 给我们接了 你们都欠我们好多天了 现在没有 那个 正伯爷 您就别为难小的了 小的也是在这混口饭吃啊 那我就实话告诉你 要钱没有 要命有无条 您小的要塞墨尽 让您老子把店里去找 别 爷 爷 老板 您都看到了吧 看来 该找人来镇店了 几次提审徐大马忘了 都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 因此 这关于微虎山 跟徐久彪方面的讯息 我们是还没有找到 徐大马棒 是有名的汉匪 想要撬开她的嘴 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 不着急 我给你们时间 司令员 您说 这事您都亲自过来过问了 我们真的是力感压力了 压力就是动力了 不过你们要拯救 审讯的方式和方法 明白 报告 先进 王餐长 齐伯长 田伍泽亮 你看谁来了 司令员 二零三 司令员 二零三 二零三 你回来了 辛苦了 辛苦了 二零三 你们这次啊 齐心乃头山 干得不错吗 司令员 我们小分队队队员 都明白这次任务 任重而道远 只要有一窝匪徒没有剿灭 我们就绝对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松心 请组织放心 很好 你这次回来 有什么重要事吗 这次 我是跟白竹同志一起回来的 白竹也回来了 他去医院了 这是 我说许多 swelling 是 这个问题 大家都敢说 你看 白院长 来 怎么了 到底知道 白院长来了 妈 这臭丫头 你怎么回来了 孔副院长好 你好 小白哥 我有任务 好 小白哥 应该祝贺你们呀 听说你们小分队 在哪头上 打了个漂亮的殲灭战 军分区的人 都把你们说神了 什么飞跃绝壁鹰嘴牙 活捉许大马棒 三十多人的队伍 竟然把三百多人的 诽谤一举殲灭 真是太了不起了 是啊 小分队的战士 人人都身怀绝技 个个都是英雄好汉 对对对 这次回来什么任务呀 那个 帮我赶快忙去啊 有什么话你们小姐妹 待会儿再聊 来 跟我上部里来 来来来 我们在里面等着你啊 知道了 走 走 妈 孔副院长 我这次回来呢 主要是补充我们小分队的药品 小白哥 补充药品好说 可是你们怎么运回去啊 对 你们小分队 现在驻扎在哪里啊 那个 说远不远 说近不近 我明白了 这是军事机密 不能随便打听 你看我这记性 我马上就去安排 小分队需要的药品啊 我进医院的可能 给你们配权了 以后小分队 还有什么其他需要 派个人来领救室了 谢谢孔副院长 孔副院长 这是我们的药品清单 麻烦您了 你客气什么呀 能为小分队的英雄们 尽一份心理 那是医院的责任 也是我的光荣啊 你说对吧 好了 老孔 就别拿你开会那套说词 在我女儿面前卖弄了 赶紧赵方抓药去 好 我马上就安排 吃了不少苦吧 没有 你看 你看看 我好着呢 我好着呢 坐 妈 我爸好吗 好 每天就三件事 部署战局 担心小分队的安全 再有就是颠着你 妈 我这次不知道 有没有机会见到他 您替我跟爸说 我一切都好 身体好 心情也好 那先走了 小分队的同志 知不知道你是他女儿啊 应该不知道吧 我从来就没想过 来 跟我说说你们小分队的事 我从哪儿跟你说起呢 从哪儿跟你说起呢 就从二零三说起吧 二零三 对啊 二零三就是少简坡啊 妈 干吗呀 我的小白根长大了 别放肆 来 坐点 跟妈妈说说 快 四零二零三 四零二零三 我们已经把这个联络图的内容啊 破译出来了 图上标识的呢 是牡丹江地区潜伏的 敌特位置 行动代号和主要人员代号 这图可是个宝贝啊 他们有多少人 人数在三千人以上 但他们号称有十万先前军 这些人呢 潜伏渗透在牡丹江的各个行业 包括我们的党政机关都有 你们看啊 图上标识的一号冰陀 他应该是行动队的主管 同时呢 这个老板 白衣 还有靠子 应该隶属于冰陀指挥的部下 这么严重 看来牡丹江 时刻都有危险啊 你怎么会有事